古通热症肆虐洪都拉斯 促使这个中美洲国家在6月初 进入卫生紧急状态 当地卫生部证实 这半年来累计将近5万1千宗感染个案 有29人确认死于古通热症 另外有33宗死亡案件还在鉴定死因 当地不少儿童发烧 医院人满为患 有多少人的病院 我已经遇到发生了 病院人满为患 病院人满为患 病院人满几来 出发生病院的病院 病院人满上病院 感染病院满 如此连累了 病院人满患 病院的病院 病院人满遇病院 病院的病院 红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 其中一名医疗中心负责人透露 和去年同期相比 首都地区的骨痛热症病例飙涨300% 不少家长带着发烧的孩子到诊所求医 一些孩子完全没有食欲 家长们非常担心孩子感染的就是骨痛热症 无论是大城市或郊区 卫生当局正在大规模展开面纹喷雾行动 防止蚊虫滋生